地区传递 市长侯友宜还大秀武技来帮选手们加油 将火炬直接交给侯市长 路旁女神雷艾美将火炬交接给侯友宜市长 圣火传递从9月24号出发绕行全台 在国庆日这一天回到新北市 之后会继续在新北市29个地区传递 过程中将可以看到国民女友罗嘉玲等好手 这次全大运也创下史上最多奥运国手参与传递 为了替全运会选手加油打气 侯友宜还跟着跳起了怪兽舞 市长动作到位 整个人活力满满 我这是第一次看人跳啊 因为怪兽舞我不太会跳 在国庆日这一天 全运会圣火回到新北市 冬奥体操选手丁华田 全级选手林玉婷一起领唱国歌 全国运动会跟升级典礼一起结合 让我们用这样的精神守护我们的这一块国土 不忘之心 全运会即将在16号登场 侯友宜也期许参赛选手全力以赴 争取最佳成绩 当然更期待全民一起来参与 记者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